我一聽狗的聲音 嘩 又什麼啊 血石塊 這個八婆 神經病 用槍 用槍 死小子 補血來 來吧 這裡沒有路走 這裡跳樓 下面有寶箱 中間樓梯向左邊跳下去開機關 不過先開第二個 shortcut 第二個 shortcut在哪 怎麼上樓 看看 這裡有點光 這裡有一條樓梯 跳樓 第二個 shortcut 怎麼 shortcut 在哪裡 唯有畜生 死祭包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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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左邊左邊 左邊左邊 趕著下班 現在還在那裡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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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啊 趙柳信仰之跳 想到什麼拿槍去哪跳 遲些再撿 開了剪刀 是不是有一天回來 不想從頭走過 我待會再問一次 有剪刀還是怎樣 撿槍先撿槍 是否快一點 不用跳 去中間樓梯 向左邊 跳下去 開機關 現在要去哪 什麼叫中間樓梯 下層有寶箱 快點去 下層 有沒有畜生 拿著劍穩 拿著巨劍 不打也能嚇人 怎麼下樓梯 看到了 正路應該殺了 有寶箱 下樓梯 什麼機關 跳出去 哪有機關 這裡嗎 有寶箱 有寶箱 不是啊 這裡就是捷徑 蛤 有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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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有寶箱 會不會 有寶箱 沒有寶箱 真是渊箱 這寶箱 多遠不遇 倒沒寶箱 要跳樓梯 要跳樓梯 你真幽默 我要跳,我要打罐頭 跳 好 來 為什麼不爬 衣服 什麼槍 馬上試 不讓我拿 18血質 吃屎質 現在要是信仰之跳 跳樓梯 不要跳,走下去 有些人說不會掉死 衝啊衝啊衝啊 趕下班 先看一看 不用急 走多幾步 啊 這裡跳下去 信仰之跳 招 又沒有一堆血 被強姦 有,有畜生了 捅下去 白癡 同歸劍法 第二擊 砍下去 殺 殺 殺 還有第二隻畜生 看著 摺摺...摺摺... 像老鼠刀馬大劫! 摺摺摺... 鬥落尾龍骨一細砍下去 還有哪有sort cut? 我開完後就走了 哭什麼 哭哭哭 嘰嘰喀救救 我已經瘋了 殺了這些人在後面 不知道在做什麼 好 神經病 什麼愚蠢 死了 他剛剛做什麼事 他自己拔了自己的頭 精神有問題 走啊 隔下去靈犀一次 說這些拔了頭 易砍很多 他精神有問題 這裡有個寶箱 這些椅子一定要拔 如果你不拔的話 弄死你自己 吵啊 起床 嘩 嘩 嘩 居然用草器的屈肌招 高難度動作 一刀兩斷 啪 我看到有個球千尺 還是什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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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啊 馬上退去 因為那些瘋婆會在這裡 嘩嘩嘩嘩 嘩 砍殺瘋婆 嚇壞了 神經病 二銅咒 不停叫 叫什麼叫 嘩 沒有浪費 嘩 嘩 死 死 死 殺 好 這個球千尹 這衰 嘩 管想用絕招打死你 但你太煩了 不停吐口水 嘩 防飛劍當然要什麼 拿個寶箱 拿個寶箱 好 對 騎士服裝 有新衣服 馬上換吧 不用問 騎士 沒有啊 沒有帽啊 沒有帽啊 在哪 在這裡 騎士 騎士手套 電單車手套 騎士服 騎士這麼噁心 蛤 蛤 不是很騎士啊 蛤 我以為是一身游合規格 蛤 蛤 好像紳士 斯文人多些啊 不是說很騎士啊 然後怎樣 殺了這堆畜生 趕收工 好 開了這個寶箱 刀斧手的手套 我 我是刀斧手 刀斧手 手術用 墓地騎士 人偶 沒有啊 那些 那些什麼 劇情道具 當然怎樣 各位這裡怎麼走 拿火把出來看看 蛤 這裡好像沒有路啊 這裡我來那裡啊 是不是這裡啊 是不是精神病啊 走這樣的路 蛤 對啊 蛤 陽台有個洞 可以下去 出去 你剛剛漏了東西 沒收拾 那是秘法 只有一條路 這樣走啊 漏了什麼 我漏了什麼沒收拾啊 明天再收拾 都回不了頭了 痾 痾 以前走這些路 你們看多高多危險 好來啦 還要走嗎 我的貓 在這裡進去嗎 是不是不能回頭啊 在這裡進去啊 還是怎樣 有一個捷徑 有一個按鍵 是否要按 各位 現在怎樣 要進去還是怎樣 有東西撿在這裡 你肯定 不然又要走多遠 Over 是 外面有東西先拿了 有人說可以開啟 剛才上面還有東西未撿 跳下來那裡 那一級有東西的 樓的帽還沒撿 外面撿了東西怎麼撿 這裡嗎 很危險 很害怕 了 好 行 撿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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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 撿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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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 像老鼠都不來嗎 這邊怎麼行 你們真聰明 知道這裡有東西撿 好 幫忙冷血 好 啊!! 契弟跑掉了 不行了 跑不掉了 以前的教訓告訴我 不對他自己就死了 撿了東西才掉了 契弟 因為一時的貪念 可能連鏡頭也進不掉了 死了 進去了 沒有路走 不要管3、7、2、1 先開機關 好 人頭碼開好事 自然來 扣爛這些 是不是搞定了 是吧 有什麼剛剛上去那裡 什麼不要走 就有個 有個帽子 收工 不要跳下去 大佬 大佬 然後 沒有路 怎麼走 走這些 這裡跳下一級 有條絲 什麼東西 這樣跌下去 好 神經 然後這樣 水銀子彈? 吃屎嗎? 給我垃圾? 這裡有個洞 是不是要跳進去? 山牆水... 嘩嘩! 這裡有東西要收拾 是不是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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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了鏡頭,沒問題 打死這些傢伙 是,YES! 白癡怎麼會這樣? 傻瓜! 怎麼了? 傻瓜不是這樣走下去嗎? 要打關斗嗎? 什麼事啊? 傻瓜! 好白癡喔! 現在是怎樣? 四十多分了 算了 不玩了 明天再再搞了 在這裡算了 錄完篇文就差不多完 神經病 再搞這麼多 神經病 換一換衣服 現在多了很多衣服 貴族女裝 人偶帽要自己襯 人偶手套 神經病 就這樣吧 好 打扮非常好 咳咳 明天再撿皮 神經病 讀完篇文就差不多了 神經病 今天這篇文說 一個關於瘋子的潮文 有一位Vincent 傳給我的 瘋子大家都會見過 相信大家敬而遠 但如果瘋子天天在你旁邊 你想避也不能避 相信這樣的事情 大家都會十分苦惱 在下很不幸 成功 體會到這種令人想死的感覺 話說 我中三那一年 因為成績好 編入精英八 認識了很多新同學 每個人都握著黑瓜眼鏡 看上去 每個人都是文藝讀書人 本來十分開心 值得高興的事情 正當我這樣的時候 我就徹底坐了 惡夢正正地向我迫近 而惡夢的源頭 竟然是一個看起來很斯文 坐在角落的同學 因為他的面目 竟然是一個 披著書身外表的青山逃犯 人們經常說 你認識一個人的時候 他一開始的行為 因為他像正常人 你認識他久 才會漸漸 揭露他真正的醜態 你注意 你認識他久 才會漸漸揭露他真正的醜態 這句話裡面 才是我家 正常的朋友都是這樣 大家見怪不怪 但我班上的瘋子 他根本沒有緩衝期給我 一來已經進入了瘋子模式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是這樣 我一天上課的時候 傻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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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班上有個瘋子 叫阿敏 他有時候 上上下課會周圍跟我說 先生 能否加入光榮會 讓我們一起攜手消滅整個宇宙 有時候 他突然之間 啊 他突然之間 拿起他自稱為 湯姆小貓型導彈2號的 超雞原子筆 之後 細細細和旁邊的人說 喂 這次是我最新研究的 神型武器啊 如果研發成功 就可以用來刺殺老師 拯救同學 於水深火而中 同學聽到他說的白癡 都是很少 而且他的傻傻 已經在佈滿整個學校了 不僅是我們班 就例如 早會的時候 我都安靜在這裡 唯獨這傻傻 我呢 經常明目張膽 拿他一部 齒鏡多個手機的手機 一路起勢地 找他的著巢頭 一路懶惹地對我說 喂 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是偶像派來的呢 我聽完心想 嘩 你的貿易真是不知醜 原來他這些東西 都只是冰三一角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好像你玩LOL 他不斷用QWE3 騷擾到你連冰都不敢吃 正當你以為可以 狗扯偷生的時候 才發現他連大技都沒用 而他的絕招呢 絕招呢 終於被我在某日上課的時候見識到 話說 那台是自修 我代課MISS的全校最醜那個 那天他不知道發什麼神經 吃了鎮定劑 只是什麼被鬼上身 那天一顆聲音不出 但我以為呢 寧靜再次降臨這個班的時候 他突然起身 嚇到我們整班都害怕 之後他就開始發表他的新委論 朕想了一陣 決定傳授一種長壽的方法給你們 這班藝民 說多無謂 做到最實際 他隨即拉高一條褲 以加藤英的速度起勢 不斷上下上下拉他褲鏈 之後理直氣壯地說 見識到沒有呀 藝民們 只要你們每日以每分鐘24下的速度 不斷上下上下拉你們褲鏈 就能增加一年的壽命 當時不單止連體堂的MISS都嚇一跳 連見慣低能的我都忠於忍不住 大聲說一句 謀理回青山啦 怎知道他反而跟我說 叫青山打81777778 召喚我啦 第二天我就馬上退學了 離身 他現在還不斷用電話騷擾我 怎算好呢 我想這篇應該是虛構吧 應該不是真的吧 今天就差不多了 明天就收拾七皮幾東西 還有打大佬拿車輪什麼武士都 就這樣先明天見願